台股真的好望家全指數氣勢如虹 又再創新高 18日以16366點開出 資金動能強指數快速上攻 航運金融類股接棒演出 盤中最高占上16517點 中場漲勢收斂 但依舊創收盤新高 成交量超過3650億元 在5月之前我覺得台股 其實持續向上攻的機會非常地高 大家其實被去年的這個印象嚇壞了 所以今年呢 其實農曆年前呢 其實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持股 所以會降到非常的低 在資金行情下 台股指數有稱頻頻挑戰新高 再加上台灣疫情穩定 全球晶圓代工需求增加 都推升台股漲勢 光是2020年開戶數多達148萬 股市小白一窩蜂前進台股 都增加台股新動能 金管會也宣布6月開始全面啟動造勢計畫 希望把這些比較比較 以前不太受到大家去重視交易的這些股票 能夠透過造勢制度斷動起來 所以讓台股能夠更均衡的去發展 那這樣的公司呢如果能夠讓它被更多人發現 甚至被更多人在做定期定的的時候看到 讓這些公司呢 這個股價能夠還它一個公道 我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資本市場的健全其實非常好的 金牛年台股一開始給了好彩頭 但健全股市維穩是關鍵 2021年的代表色就是極致灰跟亮麗黃 而這也跟我所期待的我們金融建立的兩個基礎 金融穩定代表灰色 金融發展代表亮麗的黃色是若格伏結的 畢竟投資總是有風險 想要金牛年一路輝煌到年味 更要懂得居高思維 環宇新聞林志鵬 毅力婷台北報導